当婚姻走到了尽头 缘分已尽的时候 夫妻不得不分道娘彪 可是孩子怎么办呢 到底跟着爸爸还是妈妈 尤其是家里有儿子的 将来还要给儿子买房子 这是不小的负担 有的女人会选择净身出户 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她以后走向新生活的拖累 她会放弃孩子 可是也有的女人义无反顾地选择儿子 她觉得儿子难以割舍 儿子在身边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 李女士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年之后 他们虽然熬过了七年之痒 但是婚姻还是解体了 李女士坚决地选择了儿子 多年以后她感慨 离婚的女人 只要儿子在手 什么都不用怕 来自王女士的倾诉 我和丈夫张宇是青梅竹马的伙伴 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两家离得很近 张宇比我大两岁 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 放了学之后 我就趴在院子的那张小木凳上写作业 张宇很聪明 她总是先写完作业 然后跑到我们家里来 有不会的题 她就给我讲解 张宇考上了高中 而我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 家境贫寒 为了早日参加工作 挣钱补贴家里 我选择了考中专 顺利地被一所税户学校录取 在那个年代里 考上中专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意味着成了国家干部 记得当时我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的父亲高兴地买了一挂长长的红色鞭炮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吸引了好多村里人前来观看 我考上中专的时候 张宇正在读高二 他很羡慕我成为国家干部 毕业以后就是有工作的人了 我就嘱咐他好好学习 那时我们就是纯洁的友谊 因为年龄小 谁都没有想别的 幸运的是 两年后张宇也被一所大学录取了 他的大学正好和我的中专学校在一个城市 我们见面非常方便 那年寒假的时候 张宇的父母买上了四色礼品来我家提亲了 我的父母欣然同意 他们觉得对张宇知根知底的 再说张宇为人正直善良 跟着这样的人 我一辈子不会吃亏的 中专毕业后 我被分到了一个乡镇的税务所上班 张宇大学毕业后 他去了一家国企工作 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儿子出生了 儿子出生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喜悦 张宇是三代单传 我的公公婆婆看着可爱的孙子 他们天天就像吃了蜂蜜一样 乐得何不容嘴 可是后来张宇嫌他所在的企业工资太低了 每个月当时只有一千多块钱 他说就这样的挣钱速度 我们哪辈子才能买上房子呀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住在财政所的那两间平房里 我们一直打算在县城里买套小房子 毕竟张宇在那里上班 来回往乡镇跑很不方便 再说以后孩子还要去县城读书呢 可是我们哪有钱呢 双方父母都是农村的 平时我们还得供父母零花钱 几年之后 张宇不顾我的劝阻 他跳槽出来了 本来他在这家公司里有很好的升迁机会 但是挣大钱的欲望强烈地吸引着他 他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单位 张宇跳槽出来之后 他和几个同学从小打小闹做起 最开始折腾着从外地犯煤炭 后来开始收苹果 收蔬菜 放在恒温库里 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卖 他积累了不少资金 后来被一个同学拉着入伙 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干起了房地产生意 慢慢地就开始挣大钱了 张宇虽然经常有应酬 但是我对他很放心 我觉得我和他青梅竹马的感情牢固而又深厚 但是张宇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他很少回来 他除了给我们钱 对我们娘俩的关心也越来越少 后来我就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 说张宇在外边有人了 我一直保持沉默 我看看他到底什么动静 终于半年后 他对我提出了离婚 我知道是已如此 难以挽回了 离婚的时候 张宇想要儿子 但是我告诉他 我没有别的要求 你可以不给我钱 但是我必须要儿子 我在事业单位上班 工作时间比较有规律 我可以好好照顾孩子 你做生意 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孩子 再说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我能放心的把儿子放在后娘的手里吗 我最后说的这句话很有杀伤力 张宇本来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 他下定决心要和我争取儿子的抚养权 可是我知道他也不忍心儿子受到半点委屈 儿子已经十岁了 他有了自主选择跟随谁生活的权利 儿子自然是选择了跟着我生活 当亲戚朋友们知道我离婚的时候要了儿子 他们都很反对 他们说离婚的女人带着儿子将来很难找对象的 男方会嫌儿子负担重 将来结婚还得给买房子 我不以为然 我从来没有觉得孩子是一个母亲的负担 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就有责任把他养大成人 一个女人如果只为了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这孩子的委屈于不顾 他的幸福也是缥缈的 是不踏实的 我开始了独自一人抚养儿子的生活 离婚后 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前夫给儿子的抚养费很不及时 有的时候两三个月都不见他的钱 我给他打电话要抚养费的时候 他不是不接 就是说正忙 过会再打给我 但是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就让儿子给他打电话 每次只要儿子给他打电话 他的生活费都会马上转过来 甚至还会多给一些 他可能觉得亏欠儿子的吧 再就是毕竟他们家三代单传 听说前夫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 儿子小小的年纪 他竟然对我说 妈妈 你不用担心 不管咱们家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和我说 我们商量着来 你看你找爸爸不来生活费 我一要他就给我看着儿子小小男子汉的样子 我的心里满是欣慰 婚姻的破碎给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和张宇的感情曾经那么深厚 但是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 我再也没有信心走入另一场感情 那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我和张宇都是考学出来的 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可是儿子却不随我们 他很聪明 做别的事很机灵 但是对学习却没有多少兴趣 他的成绩一直不上不下的 那几年 儿子的学习成绩上不上去 成了我最大的心病 那些年我也没有心思再找作伴的人 我怕影响儿子 既然我离婚的时候选择了带着儿子 那么我就要对他的未来负责 我得让他好好学习 将来有个好的生活呀 我给儿子找来了一对一的家教 我也经常去找他的老师沟通 晚上我陪着儿子一起学习 但是事与愿违 儿子高考的时候没有进本科分数线 只读了一所专科学校 当时我的压力很大 我同事的孩子都读了本科 只有我的儿子读了专科 而且我还是离婚家庭 背后就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感觉他们都看不起我 那几年我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我经常失眠 我甚至有时候想 是不是当初我不应该离婚 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 儿子会不会学习很好 我曾经和儿子沟通过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庭的不完整 让他心里有自卑感 在学习上分析了 但是儿子告诉我 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如别的同学幸福 因为我非常爱他 再说他爸爸虽然和我离婚了 但是平时对他也很关心 我只得接受了儿子的平凡 我已经尽力了 儿子在学校里学的是兽医专业 毕业后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在我们的资助下 他开了一家宠物店 给宠物治病和卖宠物饲料 儿子非常努力 天天守在店里 他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这才放心了 儿子参加工作后的那一年 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儿子是从小有姥姥和姥爷带大的 他和姥爷的感情很深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 送别老人女婿是需要到场的 可是我单身一人怎么办 儿子说 妈妈 你不用愁 我让爸爸去送我姥爷 你们虽然离婚了 但是 我姥爷以前带我爸爸很好 他应该来送我姥爷一程 我也不知道儿子怎么和前夫说的 我父亲出病那天他来了 他帮着我们体体面面地送走了父亲 我对他表示感谢的时候 他说 不用客气 孩子是由姥爷带大的 我看着孩子的面子 我也得来呀 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儿子的力量 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避免了很多无奈的尴尬 儿子开宠物店 自食其力 没全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孩和她是高中同学 女孩大学毕业后 考取了乡镇的一所中心小学 成了一名正式的在编老师 儿子有自己的事业 他是肯干 而媳妇是正式的老师 这让我的脸上也有了光 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生活了 儿子有时会陪着我一起去逛街 我望着高高大大帅气的儿子 我总是看不够 我非常庆幸 如果离婚的时候我没有要儿子 儿子从感情上肯定和我疏远了 幸运的是 我选择了儿子 也选择了这份踏实的幸福 给儿子买房子的时候 我也犯了不少难 听说张宇的现任妻子 对他的经济感的比较严 他应该是怕张宇帮儿子吧 我也就不寄希望于他帮儿子买房子了 其实 按说张宇自己就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给儿子一套房子还不是小事吗 但是他不说 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什么 或许他做不了主吧 当时我的手里只有二十来万块钱 儿子自己辛辛苦苦地开店 攒了几万块钱 而媳妇也拿出来了五万块钱 可是买房子远远不够啊 那些日子为了儿子买房子的事 我愁得都睡不着觉 吃不进去饭 头发都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 这时 儿子对我说 妈妈 你不用愁 我去和爸爸谈谈说实话 我没有抱多大希望 因为毕竟买房子是大事 那天 儿子约着他爸爸 吃了一顿饭 具体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但是 过了几天儿子和我说 爸爸给他转了二十万块钱 我们非常高兴 也感谢前夫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对我们的帮助 我不禁对儿子刮目相看了 我问他怎么和他爸爸谈的 儿子半开玩笑地说 对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就这样 我们凑齐了给儿子买房子的首付 儿子和儿媳妇结婚后 他们恩恩爱爱 儿子是一个暖男 阳光帅气 对媳妇特别疼爱 对我也很孝顺 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但是住在乡邻的小区里 仅仅一碗汤的距离 儿子和儿媳妇出去吃饭的时候 都会带上我 看着他们小夫妻甜蜜蜜的样子 我也非常幸福 儿子终于成家立业了 有了自己的生活 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这些年我孤身一人带着儿子 我虽然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累 但是一切都值得 儿子给了我最好的陪伴 他虽然没有优越的工作 没有更高的学历 但是他是一个踏实 勤奋 努力的好孩子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只盼着自己的身体好好的 安度晚年就行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滴烧咳嗽 后来 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 医生告诉我 我的肺上有一个结节 但是不能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需要做手术后才能确定 我当时就心里忐忑不安 非常害怕 如果是恶性的 我的一切都完了 我马上想到的 就是如果我不在了 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多可怜啊 多年来我们一直相依为命 如果他失去了妈妈怎么办 儿子知道我的病情后 他安慰我一定没事的 他说即使退一万步讲 如果是不好的病 他也会尽一切力量来救治我 哪怕是把房子卖了 也要给我治病 儿子对我说 妈妈 只要有我在 你不用怕 现在我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会是你最大的依靠儿子的话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的心情也乐观起来 可是 那天我却发现儿子躲在走廊的尽头 肩膀一怂怂的 他默默地哭了 在那一刻我彻底破房 我回到病房 把头埋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 我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 太重要了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强起来 度过难关 当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关切的面孔 我的心里暖暖的 第二天 儿子告诉我 他和爸爸说了 我做手术的事 他爸爸送过来了一万块钱 我说 儿子 咱们不要麻烦他了 他又和咱不是一个家的人了 儿子说 妈妈 虽然现在你们解除了婚姻关系 但是你们永远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我肯定去找爸爸帮忙 同样 当爸爸有困难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会帮他的 虽然前夫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 但是我始终对他恨不起来 我只觉得他成了一个曾经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了儿子的话 我点了点头 儿子的善良让我敬佩而又感动 庆幸的是 我的结节是良性的 我喜极而泣 儿子的眼里也闪烁着泪花 儿子曾经多次和我谈心 他说 妈妈 如果你想再找一个作伴的人 我们完全支持你 这些年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儿媳妇也说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虽然他们白天陪着我们 但是晚上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里也非常孤单啊 儿子和儿媳妇的话 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我也尝试着接触过几个男士 但是很难拥有真正的感情 人到了这个年纪都有以前的家庭 都有各自的孩子 想真正融合在一起太难了 我就打消了再婚的想法 一个单身女人的幸福 并不一定取决于再婚 如果再找个老伴合不来 天天鸡飞狗跳的 那就后悔莫及 高质量的单身 远远胜于低质量的婚姻 如今我的孙子已经快两岁了 平时有亲家带着 儿媳妇也通过考试 进入了县城的实验小学教书 儿子的宠物店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一个人忙不过来 又招了两个帮忙的 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周末的时候 我就去儿子的宠物店帮忙 看着儿子忙里忙外的样子 我心满意足了 离婚的女人 儿子在手 什么都不用怕 只要儿子积极向上 他是努力 懂事孝顺 他永远是母亲最大的靠山 多年来 有了儿子的陪伴 我的生活是踏实的 也是富足的 你们说 我做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